伟田公布海贼王中最强的输出技能 来自最弱四皇只有陆飞能抵挡住 海贼王中出现过数以万计的技能 哪一个才是最强的吗 有人说是自然系能力者的大招 他们拥有毁天灭地的破坏力 轻质的大招是冰河时代 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巨大海啸瞬间冰封 赤犬的大招是流行火山 无数个岩浆弹冲天而降 如同末日降临一般 黄元的大招是八尺穷勾玉 数以万计的激光树 就连大将择罚也抵挡不住 爱尼路的大招是雷银 巨大的球形闪电 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化为乌鱼 也有人说是白胡子的普通一击 没有很霸气的名字 却有毁灭世界的力量 海阵能产生吞没一座岛屿的海啸 地震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崩塌 不过在霸王色缠绕攻击出现后 自然系的大招多少逊色了一些 罗杰用过霸王色缠绕攻击神币 轻轻松松将光月玉田击飞数百米远 香克斯也会使用神币 表现出来的威力远远超越了罗杰 不仅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 还重创极恶世代之一的基拉 附在攻击连同基德的海贼传疑并摧毁 能挡住神币的人恐怕也没几个吧 卡普的银河冲击也是霸王色缠绕攻击 一拳头下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 这可能还不是卡普的终极大招 期待他对战飞胡子时 能使用更强劲的招式 作为世界最强生物 凯多的每一个招式都是Bug级别 热系能轻松毁灭一座山头 与陆飞最终决战时 凯多先变成一条熊熊燃烧的巨龙 火焰能融化任何事物 头顶缠绕霸王色后撞击敌人 这一招叫生龙火焰八卦 毁灭一座岛屿不在话下 觉醒橡胶果实后的陆飞 将拳头变得异常巨大 体积上不亚于整座轨岛 缠绕上霸王色后 有一种碾压一切的感觉 陆飞称之为橡胶园神枪 伟田曾在大妈的生命卡中说过 被海米称为最弱四皇的大妈 她的大招天满大自在天神 是连神也都超越的天灾之类 所释放的每一股闪电 都有自我意识 可以改变方向攻击 试图躲避的敌人 大妈在鬼岛屋顶 使用天满大自在天神时 除了陆飞 其他的超新星都被命中了 如果陆飞不是橡胶人 对雷电有免疫作用 恐怕也逃脱不了 天满大自在的攻击 从伟田的这个说法也能判断出 雷电攻击在海贼王 是多么强大的存在 可见天后棒与雷云宙斯结合后 那每战斗力 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